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却竟然是一场这么短暂的梦 人生如梦 世事如期 枕终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究竟定邦这封信有什么好消息 你快点说给韦娘知道 娘 定邦哥说 他上京考试已经告纵了 现在做了尚书郎 在京师有间尚书府 非常宽敞 想我们两母子一起上京 和他共享荣华 真的吗 是啊 这些事孩儿怎么敢说大话呢 是啊 定邦真是有心 做了大官 仍然记住我们这些穷朋友 这么念旧的人很难得 娘 那我们怎么回复还是帮哥 大顺那个人还在外面等我们的回音 志愿 你和韦娘留在这里 都很难有出人头地的日子 不如趁你还年轻 想去京师 看有没有机会做一些有用的事 都算不负此生 你同意韦娘的想法 娘 你的说话很有道理 孩儿细心一想 留在这里只是衣食无忧 平平庸庸地过日子 如果有机会上京师 说不定将来可以做到一些 为国为民的事 孩儿就会比较开心很多 好 好啊 那你出去回复那个人 叫他回去说给定邦 说我们多谢他的好意 等我们收拾好一切之后 就会去京师投靠他了 哦 孩儿如今立刻出去见那个人 嗯 哎 记得问清楚 京师尚书府的地址 知道了 娘 哇 行 这一一幕 嗯 风 嗯 夫人廉嫁光臨 请恕老身失形之罪 伯母 你别这么客气 请喜 谢夫人 夫人请坐 等老身奉茶 伯母 不用了 怎么这么努力 我是定邦的妻室 而定邦 以前时时得你关注 受过你很多恩惠 很应该对你尊重敬仰 伯母 你这么客气 我反而觉得惭愧 夫人太欠了 说到以前 我们只是尽少论理之间 守望相助的本份 全无恩惠可言 反为尚书大人 一朝显贵 就接我们母子来经 又为致远安置在一个职位 我们非常感激 是真 白母 客气的说话 我们也不必再说了 今天我来 也是想告诉白母 如果苦内的一切人等 对你服侍不周 或者有什么怠慢之处 请你随时告诉我们 让我们知所改善 夫人 我们在上书府居住 所有人对我们都非常和善 非常周到 请夫人放心 那就好了 还有一件事 定帮叫我告诉白母 虽然致远如今 只不过是一个护卫队长 但是将来有机会 一定会逐步晋升 希望白母和致远 不要觉得失望才好 夫人 如果我们两母子觉得失望 那跟那些忘恩父义之辈有什么分别呢 请夫人转至上书大人 我们得到大人这样看待 已经非常满足了 请两位不必戒怀 那就最好了 白母 为什么致远不在家 他是不是出了街 是呀 前两天有个同乡来京师 致远今天向大人告假 去探望那位同乡 顺便探问顾乡的近方 是呀 那也很应该的 是呀 我都骚扰了白母很久了 我要告辞了 白母 有空请过去跟我们聊聊天 是 我们应该时尚向夫人和大人请安 不敢当 白母太客气了 那我走了 夫人万行 各位亲家 边疆的满足 一向对我们堂堂大国 虎视眈眈 最近 更加招兵买马 想自机移动 刚才有告急文书寄来 挂蛮族攻占城池 杀死当地的长官 朕为了要平定叛乱 想派大军阵 未知各位亲家有何高见 神尚书郎劳定邦 有事啟咒 准咒 借姓相 神尚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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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边疆万族 只是乌合之众 只要派遣事神 前往边疆 晓以大义 假如他们知道悔举 攻占相 神尚乡 阿神尚乡 《何言神尚乡子》 まあ哒 便和举年 今了 如此 聽定白方 何樂而不懷 嗯 誠上所就 果然是輕而易舉之事 各位卿家 有無異議呢 聖上 萬而知俗 多數不可理喻 如今 他們輕兵難返 殺我官吏 佔我城池 我們堂堂上國 因能致虐網民呢 假如 派出世辰 送贈金銀美女 以示安撫 豈不是等於向萬而求和 這樣 國威何在 國體何存 神以為 最好可以輕動大軍 剿平叛亂 將蠻族叛兵 殺到片格不留 他苦守清神之後 要他連連進攻 衰衰來朝 我們天朝的聲威 將會全民軟禁 嗯 沒錯 盧尚書的說話 正合浸宜 不過 滿朝文武 由哪位身兼統帥 帶領大軍 去邊疆平亂呢 各位卿家 你們心目中 有哪位朝中大臣 可以升任做平蠻統帥呢 逐一體就上來 遵旨 大吉爵 大吉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堂聚首,闲话家常感 你们赞不赞成呢? 大人,我们... 大母,你是叫我做大人 叫我定帮不好吗? 其实,我们不应该太生爱的 大人,你对我们的好意 我和娘又怎会不知道呢? 但是,所谓尊卑有别 你是我的上司,我是你的属下 啊,称呼这方面,是不能够随便的 是咯,而且礼不可费 大人,都是听其自然好些的 伯母,以前我受过你们的恩惠 如今只可以说尽我小小的能力 实在未能报农情于万日 你又何必拒绝我的区区心意呢? 大人,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 如果你一意孤行 娘和我只会觉得内心不安 耿耿于怀的 相公,既然伯母他们这么说 我们也不要勉强了 你的性格是怎样 相信他们两位都非常明白的 夫人言之有利 我们趁厨房 还没准备好酒菜之前 大家闲谈一下,好吗? 好啊 是啊,大人 听志远说 当今圣上已经任命大人 做平蚌统帅 统领三军,征伐叛影 说起上来 老身还未向大人恭贺 大人千万不要见怪啊 伯母太客气了 我身受朝廷俸禄 应该为国效力 为神尽忠 为子尽效 以身许国 是分所应为的 一个统帅的名咸 何足道哉 是的 大人一片担心 忠君爱国 令人敬奉 但是 这次为国平安 致远亦随君杀敌 令到伯母你们两母子 无端分散 我的心的确有点不安乐 大人 请你不要这么说 虽然老身只是一个无知妇人 但是也都明白 蓝儿汉 大丈夫 应该为国执歌 义无反顾 再说 老身虽然连连 但是仍然托乃身体平安 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请大人放心 妈妈 对了 对了相公 白母在家 有妾身照料 你和致远都不需要挂念的了 希望上天见年 可以早平半变 就外归来 一家团聚就好了 夫人 我都是这样希望 至于我们两个儿子 年纪还是幼少 凡事要靠夫人识心教导 那即使我身在远方 都不至于牵牆挂土 梦绕云形 对了大人 不知道定了三军 起程的日期没有呢 起程的日期 要等待圣上的旨意 不过 救兵如救火 相信不出一冤 就要起程了 白母 如果上天庇佑 他日可以奏海归来 我再同你统饮一番 好啊 一言为定 走菜已经预备好了 我们过去那边坐吧 好吗 好啊 白母 自愿 一起过去吧 多谢大人 原岁 你命人召唤小将入建 不知道有什么差遣呢 自愿 我们离乡别整 惊罚万邦 到如今 已经一年光景 是 虽然 我们修复了几个失去的城池 但是 如今敌兵退到约马城 富裕横抗 久攻不下 我怕 纵然我们可以和他们长久对抗 又恐防思路无攻 所以 叫你进来 商量对策 哦 自愿 你我不妨 想出一个破敌之计 希望 可以早日收复万邑 就海班师 那么我们的将领和士兵 就可以早日回家 和家人团聚 原岁的说话当然有理 但是要上一个破敌之计 并非容易的 啊 原岁 难道你已经空有成竹 是否空有成竹 我就不敢肯定 不过 我几经思量 想到一个办法 哦 只要这个办法 是可行 或不可行 就很难决断 不知道原岁的办法 是怎样的呢 昨晚深夜 我带了几个士兵 四位查探 无意之间 在处发现 几条通去几个山峰的路径 哦 哼 归来之后 我们将秘形萎出 你看看 就是这幅地图了 志愿 你不妨参详一下 小将遵命 哦 哦 原岁 这处有几条路 通到这几个山峰那里 而几条路之中 有 志愿 事关机密 我们说话要细轻一点 哦 不过 我的计策 有很多地方要借助你的 哦 而要你负责的任务 也都相当危险 哎 如果你认为自己 你原岁 小将明白你的意思 自古兵空战危 上阵交锋 自然会有艰难陷阻 但是 小将离家的时候 家母曾经吩咐 叫小将执歌遇敌 一定要为国亡家 如果原岁有名 任何危险的任务 小将都愿意负担 粉身碎骨 在所不辞的 好 你壮志堪家 本岁非常佩服 那我们两个人 慢慢筹谋这个破敌之计 小将 你们中原的人 个个都没睡醒吗 你说太小胆 不敢出来跟我一决痴雄 你们中原人 都有些会打仗的将军 为什么现在人影都不见一个 有胆就出来 和孤王较量一下 看看谁本领告 一定是不够胆 孤王力大无穷 威勇无疲 以前给你们收复的几个城池 只是一时大二 由今天起 孤王要打赢你们 再攻占几十个城池 一路成胜吹击 直到京师 将你们那个皇帝赶出皇宫 到时我就要看看你们的威风何在 眼面何全 大王 大王 似乎对方全无反应 会不会是想令到我军站得累 突然走出来和他们撕杀呢 为什么我没有想到有此一着呢 不过 马战了这么久 孤王不会甘心就这样罢手的 我要再大声点 大王 敌人这兵啊 杀出来了 内将何人 平慢大元帅 帐下左先锋凌志远 为什么你们的元帅不出来应战 竟然派你这些无名小卒 上沙场来都送死啊 万王 你已经将侵占得到的城池 双手奉送回给我们了 还这么不知丑 在那儿大言不惭 大君之将 何足言勇啊 还这么大赏头 要指明我们元帅出来应战 我不管这么多 总之要你们的武胆元帅出来 和我一教育下 哼 元帅不是那么轻易出来见你的 劝你无谓妄想啊 只是本先锋和几位同袍 就可以将你们盲方叛责 杀到变甲不留啊 嘿 令志远 你和这几名范统将军 竟然跨下戒口 要杀到我们变甲不留 哈哈哈哈 盲王 你不信吗 有胆就和本先锋大战三百回合 如果是没胆的 就走回到城内 做缩头乌龟啦 豈要此理 竟然敢出言侮辱 好 我要看你有什么本事 各位将军 删 啊 尽管放下过来啦 各位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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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厲害啊 小子,你知道孤王的力量嗎? 放棄! 萬王,我不夠你打了 走!揮手走! 靈志遠,你以為你逃走,我就不會追了嗎? 今次來到這條骨頭路,你想走都走不掉 萬王,都是我一時不慎,帶頭衝進這條路 你先退兵,我們明天再打吧 靈志遠,你當孤王是三歲小孩嗎? 我不會放虎歸山的 你現在前無去路,後有追兵 一進一退,都是死路一條 權利都是下馬歸巷,或者孤王還可以放你一條生路 如果你不肯觸手就綁,我就先殺你這個先鋒 明天再殺你們那個元帥,看看你們還有什麼求心的辦法 你一次,孤王都可算一戰成功了 哈哈哈哈 成功? 我說你一戰武功,真是萬王 一戰武功?為什麼? 我一戰武功,就輸給你一戰武功 我一戰武功?為什麼? 我一戰武功?為什麼? 你爭執?為什麼? 我一戰武功! 你爭執?為什麼? 我一戰武功! 咁中記第二回,葉世雄監製, 曾永强編導 何楚雲編劇 並且由丁欣 曾月娥 林友榮 蔡雅閣 曾永强 詩介強 余少奇 陳炳後 溫泉 丁家商等聯合播演 現在已經播放完畢